在台湾非常的流行 而这灵感呢 其实是来自于印度的合力节 民众呢 会在这个节气场当中呢 互撒这个彩粉在对方的脸上 或是头上 借此来庆祝春天的到来 不过在印度也曾经发生过 彩粉中毒的意外 造成超过200人出现了 是头晕 呕吐皮肤灼热的症状 现局还有一名13岁的男童 因此死亡 五彩缤纷的彩色派对 在欧美各国 行之有年 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年轻人 参与狂欢 其中彩色跑风筹 更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 彩色跑路跑活动 总长五公里 落跑者每隔一公里 就会被撒上不同颜色的彩粉 以最绚丽的姿态影响终点 被誉为是地球上 最快乐的五公里 事实上类似的彩色活动 最早灵感来自于印度的合力节 印度教最缤纷多彩的合力节 又称为色彩节或洒红节 民众在头和脸等部位 互洒彩粉或是丢水球 建议庆祝春天的到来 之后这股彩色旋风 更成为瑜伽之后 另一个走向国际的印度元素 只是印度过去也曾发生彩粉中毒意外 2012年梦买胶区贫民窟的民众 疑似买到很有有害化学物质的彩粉 在参加合力节活动之后 出现晕眩 皮肤灼热 呕吐等症状 超过200人送医救治 其中多数都是儿童 一名13岁男童 甚至不幸身亡 撒粉狂欢之余 彩粉出处及安全性 需要严格把关 记者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